五度拿下游擊金手套獎的王聖偉 在本季球團雙洋炮的策略之下 大多一方三壘的Hot Corner 二十九雙比賽發生兩次失誤 守備率九成六四 透露三壘的位置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時間很短 而且來球 兩個彈跳球是最困難 最難判斷的球 我希望能夠更流暢的一個 流暢感 這樣去做一個很好的幫手 守備下功夫 一向給球迷手用餘工運向的王聖偉 本季打擊調整也不錯 目前打擊率三成一四 成功埋伏在黃山軍打線的後半段 身體上的狀態有比過去兩季還要好 做一些身體上的強化 這樣 大家都看到我說我變瘦了 但我其實並沒有變瘦 我只是是把脂肪降低了 然後肌肉量增加了這樣 對啊 所以我體重是比往年 都還要重三到四公斤 所以在擊球的力道上面 就是能夠比較準確 而且更穩定一點 投打漸漸渠的平衡 生涯三度拿下倒壘王的王聖偉 受到新任總教練吳福蓮鼓勵 槍下有機會就會展現快腿 讓其他三隊補小本準備集中 要求自己就是先有一個穩定的上壘機會 吳總昨天那一天來 他就有告訴我就是希望我在壘上 能夠展現我的破壞力 那球隊如果需要我到 我當然是很容易去展現我的快腿這樣子 邁入中華之棒第八個球季 王聖偉樂觀地看待學弟們 甚至是洋將的卡位競爭 笑說只要把自己準備好 就不用擔心會被淘汰 而來地訊張建宏 火花君採訪報導